我是潘一新姊妹 在這裡做一點關於我為什麼願意同事主的見證 其實我也是一直很喜歡孤架 在旁邊一直考慮再考慮 然後才奉獻的人 所以為什麼我還願意這個全時間的形態同事主 是因為我參加了第二年的訓練 台外相關開展中主加強了我們是主的心智 當我知道我們可以去台外開展時 主說主啊我要到一個很落後偏遠很貧困的地方 所以主就帶我們到了印度 可是主也很奇妙 主就我們去了一個禮拜 然後也就回到了印度外面知識的關係 而逼迫我們就回到了台灣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覺得很不甘心 為什麼主要這樣子 在我經過這樣的過程還沒有帶人合救 就回到台灣了 就蠻奔夫的不甘心 那到了這個台南的銀行開展的時候 就非常的軟弱 就是覺得對這些人沒有什麼負擔 那主就光照我說為什麼我在印度啊 在那裡就是很願意拚命的向前衝 然後也願意這個用 這個也不是我的母語的英文 在那邊放膽講說神的話 在那裡徬徬復營 但是我卻到了回到了台灣 卻因為台語的限制而不敢說話 所以主就光照我 其實我這個海外這個開展的軍事啊 是我天然的天號 這個心事是要經過死與復活 從亞伯拉罕見以撒一樣 就在那個過程中主就對我說話 他說不死就不生 死了就能生 因為我願意聽著信 順著靈放膽用很波爛的台語 我在那裡傳福音的時候 就有一對老夫婦受盡得救了 然後說欸就是我們當我們 就是這種願意 欸不論我們的面子 我們的等等的這個掛戀之後 那種願意為主平上 就會有人的惡秀 所以在那個關過之後 我就經歷了這個待人的救的喜樂 從這個開展中 實在是經歷這個死不死傳的技術 在那裡老老少少的 欸一個一個的受盡忍舊 甚至有那個 我們所接觸的那個 看牛肉麵的老闆 欸一直聽見福音 就帶著全家四口 就是這個過了造會生活 然後啊一直這個 這個背主吸引啊 他就會把這個店給關了 參加這個壯年般的全世界訓令 哇啊我真的是 就是超出我的所下 那應該這個開展是一件榮耀的事情 那開展末了 就開展對著同伴們 欸傷的傷 病的病 車禍的車禍 欸我自己也是疲累不堪 就是到了一天晚上 我就回想這幾週的開展 欸我座裡面有一種感覺 就是榮耀 因為雖然被主打的粉碎 但是我裡面其實覺得裡面很榮耀 就禮物原來這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就在那裡 逆著氣順著靈 在那個地上為著主的群 在那裡征戰 欸 然後主就問我說 你羨慕過這樣的生活嗎 那我就說 主啊我羨慕 阿妹 那全世界就是那麼榮耀的生活 對 而且就是這樣的不是你 阿妹 所以到這個畢業的前夕啊 那邊主說主啊 無論我的那裡是哪裡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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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家榮姊妹 然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點愛主的一些過程 不知道弟兄姊妹會不會覺得 我們人啊 能夠從深處愛上這位看不見的神 這是因為 這是一個很奧祕還有又奇妙的事情 對 老實說我很羨慕就是在座的每一位 有一次我在平和姊妹之家 我就看著一個大專生的臉書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好羨慕就是這些在學生時代 就能夠單純愛主的一雙姊妹 因為我自己是很經過一些跌跌撞撞的過程 才知道這個主的寶貝 其實在我很早的刷衣袖已經有舊了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是對足一點事情都沒有 超級不喜歡聚會 特別說特會 可是服侍者呢 就是逼著我去聚會 然後因為我覺得太委屈 然後我就崩潰的大哭 不知道被送到榮總的執政室 然後我在職業之家更是長長的不回家 但是呢在我專屬的那一年 總之我們家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故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真實的轉向主 總之我也不能說多說細節 但是那時候主就 靠著主的恩情我就考上我的第一志願 所以呢上了二季之後 我就心無跑步很竭力的過照會生活 因為我所在的那所學校是沒有學時間的 但是每一個人都像全世界一樣的擺上 所以我就跟著姊妹們 周周的去傳福音牧養人 然後我們打開姊妹之家 自己去買菜 自己做愛業 自己預備小孩的材料 自己變福音朋友 然後結束後打掃玩家 那時候可能都已經十點半了 我才能夠好好的唸書 那周周就這麼忙了 更加上是週末 更加上是相調再相調的生活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為主這麼擺上 我真是愛主 然後快畢業的時候呢 主就呼召我去參加全時間訓練 那其實我當時就是付了極大的代價 去參加訓練 所以裡面更是暗暗的覺得說 我真的是相子絕對 但是呢就是在這個訓練的過程中 我就經歷了一個很大的失敗 所以我很想離開訓練 甚至離開照會生活 當時那種愛主的豪邁都不知道 跑到哪裡去了 那一陣子的禱告呢就是 我都不知道跟主說什麼 我只能不斷地哭求 然後跟主說 主啊我不知道怎麼愛 我根本愛不來 然後這個好幾天都哭求呢 主在我裡面都沒有說什麼 那反而像這個主賴的父親這樣很安靜地 聽我在他面前哭 然後在早上的時候呢 主就慢慢地引導我看見 我本來就是一個罪人 甚至我這個人就是一個罪的構成 我居然現在才看清 但是這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這個救贖已經完成了 我就覺得喔 他在十字架上那個 定在十字架上 為我這個罪人受死 甚至把我這個失敗的罪也定在十字架上 他還 他的血還能夠把我這個 洗得像血一樣白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還 他還把他自己給了我 就覺得 當我這樣子在裡面 有一種看見的時候 我真的有一種一出不出來的喜樂 其實我能夠 不再是原本這一個我 不需要就是 好像很在意這個很失敗 很敗壞的自己 因為神要把他自己做到我們的裡面 神要把我們做成他手中的真法 好 就覺得想到這裡 就忍不住的從裡面跟祖說 主啊謝謝你 主啊謝謝你 就覺得 現在重來在全時間服飾了 其實我裡面呢 也常常是膽怯的很想要逃走 但是 當我每次呢 再來到祖面前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走不了 就是 其實 祖都知道我們膽怯 知道我們軟弱 但是 我就實在是 當我到祖面前的時候 就覺得 我實在是無法忽視 祂每天 這個呼吸的同在 就是 當我 其實害怕的 不改頭出去 看望人的時候呢 我就安排了聖徒 給我一同種情緒 然後時常在陪學生 我也不知道怎麼服飾 那 每次來到祖面前 祖就這樣子講話 將詩歌要放在我的裡面 所以我能夠逼著他來提示人 然後 更是寶貝就是 祖娘給我一群可愛的學生 可以陪我常常一直的禱告 一起的服飾 那裡不想找櫃 我就覺得 主啊 雖然我裡面是膽怯的 但是他始終在外面 安排 牽引 然後在我裡面服飾供應 我就覺得 我怎麼能夠能愛祖 其實不是我能夠愛 因為主實在是太可愛了 然後在裡面 顧見祂的時候 我在這裡面 就請你自盡地 喜歡上祂 所以 一雙姊妹們 裡面的主實在是太可愛了 我願意花你的時間 去親近親近祂 然後讓祂用祂自己 來吸引我們愛祂 來吸引我們愛祂 來吸引我們 來吸引成為祂瘋狂的愛人 阿們 我是林沐宣姊妹 阿們 你們分享 為什麼我會想要 全世界服飾組的經歷 我記得那時候 其實一開始去訓練的時候 我對於全世界服飾 我並沒有什麼意象 或太大的感覺 只是記得那個時候 之前去 大家訓練學姐們回來 就會告訴我說 如果有一天你現在要訓練 那你就一定也要有分於第三年的武士 所以是會教你在訓練中 所得到的真理成為英主觀的經歷 那時候我對服飾就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一直到訓練的第二年 主代我到鄉政和海外開展 開始漸漸讓我看見 你才開始漸漸讓我看見 他在選地的需要車而等的大 需要被這個需要的 這個需要中將自己擺出來 我記得在印度開展的五週裡面 我就藉著一次這個開展主重新分配的事 上來布入我這人的適合等的天感 那這樣重新分組之後 有一天早上我們就唱到 在共同追求之後 我們就唱到主啊我愛你這首詩歌 詩歌一開始就說到主啊我愛你 我再生愛你 我你活著恍然是義 最後繼續說到主我贖你 主你也屬我 連結調和於你 神人和病為一 欲藏西列如撒冷時計 在這首詩歌中主帶我回到對他起初的愛 在那裡流淚向主任罪祷告 主你赦免我的天然 赦免我存在自己的裡面 所以光照我我的事奉和我的開展 需要是因著愛他 那這之後開展的時候 當我是因著愛他而走出去的時候 你就將我帶住 將我就盡見地將我帶 將我帶出自己 將我從自己面帶出來 看見他的需要是大的 我已經當在這個需要裡面 擺上自己的那一他連得 對 因著這樣的看見和主愛的心 就在心裡面我就開始有了 可慕 開始有了想要全世界服侍組的可慕 接著在第二段的鄉鎮開展中 可以繼續經歷主在我裡面 來加強我服侍他的心智 那開展前兩周 我們經歷了大量待人的救的喜樂 但是到第三周 我就覺得裡面好像到了一個飽和點 我就再也負荷不了 所以我就在一次早上這些禱告裡面 我把這樣的感覺交道到宗教宿主 那主就給我零顯九章二十四集 那你說到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人都跑 敢得獎賞的只有一人 你們應當這樣跑 好叫你們得獎賞 你跟我說要跑 那在那時候 就是他如果要跑 你要得獎賞你就要跑 當我在這裡軟弱不想跑的時候 當我在這裡就是不願意往前的時候 我可能不知不覺就失去了我應得的獎賞 那在這裡應得主的話 他在我裡面的加強 我就在我裡面就開始有一種可慕 主啊我要得著獎賞 我願意繼續的向前直跑 可以放下我裡面一切的感覺和理由 套著你的恩典繼續的向前直跑 曾經我其實不太懂為什麼 我覺得之間不適合父母他們對於這個傳福音幕兩人 樂此不平甚至願意拼葬 就是擺上拼葬玄人 那在這樣的開展中 我才發現 其實這樣的生活 並不是像我想像的那一樣 雖然身體會疲憊 但是卻是累的喜樂 累的暢快 而且這類的榮耀 並且有價值 這樣的生活就順順的吸引我 能夠繼續的過下去 可以一直的跑下去 感謝主能夠帶我再有兩次的江振和海外開展 只不過你能夠在這樣的開展中 看見主他極大的需要 更新的奉獻自己 在他的需要中 將自己擺出來 願意繼續的向前直跑 希望你落到主之後 會如何的帶領我 還願意更新的奉獻 做一個靈性跟隨主往前的人 Amen